着急上班的女人等候红绿灯时 第一时间冲了出去 却意外遭到男人的刮碰 撞上一辆驶来的豪车 吓得女人惊慌失措 男人见状坏事转头就逃之夭夭 女人也随后追了上去 留下外卖小哥如何赔偿的请 你这车一定要很快吧 我真败不起啊 不料对方很奖礼 只需按照定损赔偿即可 就在这时季星跑了回来 气喘吁吁说这一切不都是外卖小哥的责任 承认自己也有一半的责任 当刚他不是逃避而是追另一个责任者 而季星的声音引起车内寒停的注意 他打开车窗发现是自己特别熟悉的人 这一幕让他回想起当年 于是降下车窗让他们留下电话 让他们先走 这么好说话的老板还是头一次见 季星感恩戴德 殊不知车内里的人正是他最熟悉的人 本以为二人就此错过 不成想阴差阳错 二人在公司研发会上再次相遇 寒停见状眼神有些闪躲 季星也没有去念旧 先是讲解了自己研发的小白科研项目 也得到了公司上下所有的人好评 事后季星再次看向韩婷 想从他的眼神中得到认可 不成想韩婷站起身 头也没回的就离开了 留下一脸雾水的季星 事后季星查询了一下资料 发现他们的老板韩婷就是他的大学同学 不认识我了 可是当个大老板终不认识我 当天晚上季星跟随顶头上司 去参加老板级别的聚会 第一眼就看到了韩婷在其中 二人此刻就像陌生人一样 装作不认识 随即女老总引荐季星 由于年轻漂亮 很快就受到一位赵总的赏识 闲珠手就开始不老实勾肩搭背 季星立即闪躲开 诶 怎么了 没有刚刚他有进电 韩婷健壮打了原厂 让赵总帮他打一局 他则暗示女老总出来一下 怎么了 让自己的员工陪玩 这就是你的推广方式 女老总文言拿季星是工程师说是 说只有季星更懂产品的研发 也的确季星非常有名利 不一会的功夫就说服了赵总 赵总对他研发的项目非常感兴趣 夸赞到一旦进入市场非常有潜力 决定投资他们 可就在这时季星被叫了出去 不好意思 二人再次擦肩而过 彼此没有任何犹豫再次错过 殊不知刚刚韩婷为他打了不少掩护 不曾想当立下汉马功劳的他 就遭到老板的抛弃 让他先回去车费公司报销 殊不知季星差的不是车费 而是老板的态度 当他看到关上房门的一刹那 他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委屈 事后韩婷来到一家馄饨馆 吃着他喜欢的美味 那些山珍海味对他而言可有可无 可这里却有着他一段美好的回忆 今天晚上曾迪带着那个女孩季星 你俩以前是不是认识啊 而韩婷也并没有隐瞒 大学同学 故事 季星回到家里 也是跟好闺蜜一顿抱怨 好歹我跟他也是在大学期间一起奋斗 拿过全国大奖的战友 现在算什么装不认识我 还赶人走 男人大庭广众之下居然占女人的便宜 最可气的是居然死不承认 这种可耻的行为太过恶劣 眼见围观群众越来越多 男人转身就要离开 季星上前抓住男人惨遭推扫 稍后男人的恶行 会栽在他看不起的机器人上面 就在之前女人一身华丽的妆容 前来参加酒会 一席长群美的交验 出众的外表下才华也是急于一身 就连在场的老板们对他也是格外看待 赵总表示诚意一口闷了 各位老板你们先聊 季星离开的背影也是迷得赵总五迷三道 就连韩婷都没看到过这么美的一面 出来后的季星撞上最不待见的领导 只因在公司里没少给季星穿小鞋 看他都不烦别人 季星不想跟他撕破脸皮找借口离开 却遭到男人不依不饶 一脸坏笑动手动脚 好在季星及时躲开 随后找个理由先行离开了 却惨遭闲猪手 那助你抽假说的大小了 季星完全愣在了原地 不敢相信男人居然这么大胆 你摸我屁股 我摸你屁股 还不承认 骂完人转头就要离开 季星上前理论惨遭推倒 面对男人无耻的行为 季星选择报警 你等着 我要报警 男人一听报警却一脸的不屑 还胡便乱造起来给季星泼脏水 都看见了啊 这个女人穿这么暴露 你们就才勾引我 话音溢出一旁看似绅士的男人 却各个表现出对季星的诋毁 只有出场的寒体 才是真正的绅士 随后季星报警申请调监控 男人心虚环顾四周发现有摄像头 可却被男人躲过一截 恰巧二人的位置有遮挡无法看清 只能寻求过往人员作证 如果他们不跟你作证 那我们确实无法判定 他对你有性资料行为 男人一口要定自己是被冤枉的 奈何身边没有人可以为季星作证 殊不知刚才发生的一切 韩婷都看在眼 由于他有急事只好委托助理去解围 就在季星最难的时候 韩婷的助理及时赶到 为季星解围 称他无法作证 但是酒店的机器人 应该是拍下的所有过程 看到这里吓得男人一哆嗦 助理只是按照韩婷的吩咐 就吓得男人立马交代 事后男人罪有应得被警方带走 而作为老板的曾总及时给安慰 飞机安排下属将季星送回去 风波过后 助理给韩婷打去了电话 这一切都在韩婷掌握之中 知道季星安然无恙 他也信无牵挂 非常顺利签下最难搞定的合同 合作愉快 而回到家中的季星给唐特助发去了感谢 不诚想回他之人声音特别熟悉 这让季星产生怀疑再次确认 唐特助 是你吗 不是 我是韩婷 不诚想回复之人让他怀疑人生 男人今天做出一个大胆决定 准备向心爱的女孩表白 他在镜子前反复地练习 季星 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不诚想被突如其来的爷爷打断了 给他带来一个好消息 国外学院破格录取了他 玩几天行吗 可在爷爷眼中没有什么是比学业更重要的 此时的韩婷非常煎熬 为其难的他选择了后者 给女孩发去了消息 可他不知对方换了号码 一直没有收到女孩的回复 一晃十年已过 男人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少年 如今留学归来准备大展拳脚 可他却一直没忘当年的那个女孩 不诚想下一秒一个横冲直撞的女孩 撞上了他的千万级别的豪车 只一眼就认出肇事者就是当年 他没来得及表达的女孩 这往后的一幕瞬间涌上心头 是他 于是放下车窗通知司机让人离开 只是单纯的要了联系方式 只因他不想错过下一个十年 在缘分使然下二人很快见了面 不诚想多年后成为员工和老板的关系 韩婷 多年未见寄星看得有些出神 差点忘了自己的研发总结 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成功得到公司一致上下的认可 他不自觉地看向韩婷这边 想从他的眼神中得到肯定 只因这个项目的雏形 他们当初在大学期间就拿过全国的第一名 不诚想如今却遭到韩婷的冷眼看待 一时让寄星有些不适应 回到办公室后第一时间查询了韩婷的信息 发现就是当年一起创作四年的韩婷 如今学成归来 却不一点不念及旧情 殊不知韩婷根本没有忘记 他的名字早已深深印在他的心里 晚上寄星受老板邀请 参加一个重要场合 老板开着超级豪车前来迎接 到地方后第一眼就看到了韩婷 二人目光所致眼神不自觉地闪躲 随后寄星加入排局 可他的排计全是韩婷所交 不论他怎么打 韩婷了解的一清二楚 很快寄星三代二 就剩手里一张牌了 韩婷看着手里的牌 刚好可以大过他 可他却迟迟没有出手 只因大学时期 季星从来没有赢过他 想到这里韩婷放弃了手中的牌 决定让季星赢一次 牌友却认为他在放水 不对啊 你这是什么牌啊 好在有人出面挡了过去 可这一幕却遭到女老板的猜疑 发现低估了季星的能力 隔天就有老总给季星送花 同事们以为是男友送的 可当打开贺卡一看 发现另有他人 昨晚的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期待下次见面 赵新博 殊不知这朵花束彻底把季星推上风口浪尖 女人独自一人来到酒吧买醉 男人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这帅气英俊的外表 女人一眼就认出是韩婷 醉酒的他变得大胆起来 居然要求自己的老板陪他喝酒 韩婷一点没给他好脸色 抱着撒泼的季星就往外走去 随后抱到自己的车上带回家中 却不成想发生了必然发生的事情 这一夜的缠绵与交错 季星回想起来非常的害羞 于是他偷摸穿好衣服 趁着韩婷不在身边 准备溜至大吉 他在门口偷瞄着韩婷 趁他不被偷偷溜走 殊不知二人的缘分早已牵扯不断 不论怎么躲避依然会见面 隔天韩婷在招聘会上就堵住了季星 季星感到非常惊讶 韩婷洞察人的心思非常缜密 他很清楚季星是在故意躲着他 可不论怎样韩婷不想与季星再次错过 次日季星来到渔村 不成想韩婷也追了过来 韩婷的追妻之路可谓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捕猎成功了没有 好兄弟调侃到为了女人实属过拼的 居然甘愿放弃价值十亿的项目 可这一切对于韩婷而言都不如季星重要 隔天他就对季星表白 他所认为的爱从来不是一戳而就 而是细水长流 直达人生的尽头 这一番真情的表白流露 试问你要是季星答应吗 可在之前女人刚帮公司解决掉一个大麻烦 一家权威医院突然系统瘫痪 外面患者闹得沸沸扬扬 女人三下五除二 就搞定了麻烦 解了医院的燃眉之急 本应该事件值得表扬的是 不成想回到公司后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原本生殖加薪也随之泡汤了 那现在看来呢 生殖的可能性是不大了 这小白的下不小金呢 可能也会下调了 季星一气之下 月急去找公司的老总讨公道 可女老总不但没有关心自己的员工 遭受到不公平待遇 反而让季星识相一点 把眼光放到长远点 不要盯着眼前的迎头小利 不是每个公司都能让你做你喜欢的事 以往平易近人的老板此刻让季星觉得非常陌生 回到公位后 季星百思不择其解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殊不知是女老总极度心上榜 被地里交代季星顶头上司搞小动作 有时候手下人有上进心呢 是好事 但要是爬得太快了 很可能会影响你自己的威治哦 随后总监对季星百般刁难 真以为季星是软狮子任他拿捏 殊不知早已忍无可忍 只不过他做事善始善终 完成了自己最后的工作 总监以为季星是彻底服软了 我辞职 下一秒让他始料不及 一个人忍到极限无需再忍 哪怕他因此会出很多代价 也不想再继续受委屈 就当他走出公司大门时 刚好撞见一面走来的韩婷 他装作没看见与其擦肩而过 迈着潇洒自信的步伐离开了 只因他和韩婷的关系匪浅 不想再跟他有过多的纠缠 出来后给男友打去电话 述说心中的委屈 人比代码复杂多了 男友很清楚 以季星的性格肯定是受到了委屈 保证手头工作忙完 第一时间回去陪他 事后受尽委屈的季星 约上好闺蜜吃点小火锅 以此来缓解内心的不平静 不成想公司再次发来压榨消息 好闺蜜为此打抱不平 都已经提出离职还故意刁难 可出于责任感 季星隔天还是去了 刚下车就碰到前来迎接的韩婷 顺手接过季星的行李箱 带他去指定位置开展工作 很快开始进展了工作 季星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他研发的牙科项目 也给边远山区老人带来了便利 事后老人扔着两孔自己腌制的鱼干作为感性 并给季星讲述了很多关于村子里的事情 这几天对于季星而言经历了太多 有很多事情难以消化 晚上独自一人来到海边发呆 这时韩婷突然在身后出现 这么晚还不是 女人辞掉年薪百万的工作 准备自己创业 男友拿出自己所有积蓄 来帮助他成功上岸 这番操作实属符合女友的芳心 不料事后却当着女友闺蜜的面 抱怨女友失业心太重 不壮男强不死心 恰巧二人的对话都被季星听到了 他完全没有理由再拿男友的银行卡 偷偷地给他放回了口袋 隔天男友发现银行卡后 立刻给星星打去电话 季星只好谎称自己的积蓄暂时够用 等日后缺钱的时候再找他要 男友文言后甜不知耻 务必要当星星背后的男人 挂断电话后季星来到蛋糕店 点了一份草莓蛋糕 听说女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 急需甜品来安抚躁动的情绪 回头的那一刹那看见了不约而至的韩婷 韩总 聊聊 随即韩婷开门见山 称季星之前一直做诊疗机器人项目 突然转向3D医疗打印项目 隔行如隔山 韩婷根本不认为季星会成功 可在季星眼里谁也不是一出生就会跑 而且人都是会随着环境而改变 季星并不认同韩婷的观点 只不过自己无需多言 是在人为 一番重拳打击下 不但没有将季星信念打破 反而更加坚定自己选择的路 而韩婷却始终一副大权在握的样子 殊不知小路也有乱状的时候 隔天季星和学弟开始创业的征程 打开房门的那一刻直接给了惊喜 屋内破烂不堪的景象 妥妥就是一个库房 但是这也阻挡不了二人创业的热情 经过一番收拾焕然一新 就连未来的发展蓝图都想好 梦想开始都是激情四舍 殊不知想得有多么美好 失望就会有多大 由于启动公司需要不停的烧钱 需要投资人的注入 不成想都是趁人之危的主 第一位投资人狮子大开口 投资50万就要50%的股份 既星投也没回就离开了 然而更有奇葩的人居然以投资的目 窃取他们公司的设计和研发 杀了 每位投资人都极度的现实 既星虎等投资人四个小时都不见人羽 回首前台人员就将他的设计埋葬 备受打击是一波又一波 如今启动资金寥寥无几 无疑是雪上加霜 好在他的老同学没有忘记他 安排助理通知既星 明天上午11点约见面谈 好了 明天上午11点东一见 哦耶 不成想韩婷并没有投资他们的打算 而是准备将他们内入麾下 入职之后 薪资条件 随便开 面对这么大的诱惑季星不为所谓 创业 你们不行 面对韩婷字面羞辱季星并没有过于愤怒 既然看不上他们的小播放 季星也不想过多打扰 买卖不成人意在 毕竟二人笑有一场 没有情意 生意场上不是朋友 就是敌人 三十岁的大侄子带着二十岁的表叔去相亲 不料却碰上自己暗恋十年的女人 怎么哪儿都能遇到她呢 女人无奈抢击出一抹微笑上前打招呼 季小姐 这么巧 来吃饭 嗯 季星怎能在冤家面前败下阵来 谎称约个投资人 韩婷也顺势打去到那蛮厉害的 季星眼看占了上风 打算继续刺激韩婷 说她约的这位投资人 看完她的商业计划书就约她前来拍板 说得季星仿佛自己都信了 殊不知很快就啪啪打脸 二人居然来的是同一间包房 季星简直不可思议 原来他们双方都是来参加相亲的 如今闹了这么一出乌龙 季星面对韩婷的追问感到十分尴尬 今天相亲的女主角健壮提议韩婷投资新型的公司 容到紫了 还没呢 星星眼看闺蜜嘴太碎 赶忙踢她一脚示意别说了 可不知情的闺蜜以为她是不好意思 殊不知眼前的韩婷就是招安星星的人 闺蜜帮忙说话 一看韩总就特别有实力靠谱 不像画饼的人 还称前两日居然有一位老总不但不投钱还要招安 用星星的话来说就是特别狗 此时的星星简直无地自容 想找个地方窜进去 技巧就没事吧 如果有需要 不妨试试找我 闺蜜眼看韩总这么真诚 说啥撮合二人家的联系方式 还没等星星来得及拒绝 韩婷就拿出了手机 星星只好简单敷衍了事 手机拿那么乖 扫得到吗 扫到 哦 谢谢你啊 客气 招安条件 依然也不消 事后一场尴尬的饭局 很快在不愉快下吃完了 韩婷主动送几人 星星完全不想理睬 拽着闺蜜赶忙离开 年轻的小表叔在一旁看得出 二人肯定有故事 在回去的路上 不停地八卦二人之间的事 认为二人之间 有那么一点点可能 加油啊大侄子 星星这边回到家中 就讲述了她跟韩婷的关系 我一点都没看出 女的关系 藏得够深的 闺蜜后悔不宜赶忙 给星星道歉 因为此刻她已经脑补出 刚才星星有多尴尬 脚趾都能抠出一套三十一厅了 女人事业蒸蒸日上 却惨遭小人蒙骗 一纸合约男人逃之夭夭 隔天支州前来催促男人交设备 可不成想电话关机家里没人 这时同住的学长 看见支州堵在门口 得知支州公司租设备 惨遭阿皇欺骗 不成想在学长口中 得知连房租都是她交的 阿皇的公司财务出现很大的状况 如此看来是携款潜逃了 现在不是纠正谁对谁错的时候 而是第一时间找到阿皇 继星如坐针毡准备前去派出所打探消息 大家都为此捏了一把汗 支州感到亏欠万般无奈 给父亲打去电话 寻求父亲的帮助 可他的父亲不但没帮忙 反而要没收他的房子 此时支州无力赶上头 真是应了那句话一分钱 都能憋倒英雄汉 而公司员工因几个月没有发工资 也都开始蠢蠢欲动 由于大城市房租的压力 小夏迫不得已提交了辞职信 继星万万没想到大力栽培的人 第一个离他远去 继星心有不甘 希望小夏留下来 现在公司正处于低谷期 待一切走上正轨 会对小夏有一定的补偿 可小夏去已决 继星深知无法改变 只能选择真诚的祝福 可突然继星双眼模糊 昏厥倒在了地上 好在身边有人及时送往了医院 而芝州这边完全不知情 为了公司存活下去 拿着设计方案再次找到韩婷 希望韩婷给他们一次机会 就在这时小夏打来的电话 可突然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 昏厥听闻十分紧张 跟随芝州一起来到医院看望 万幸的是并无大碍 只是长期工作压力过大 休息不好导致低烧伴随着低血糖 才导致晕倒 韩婷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芝州无奈之举再次恳求 他们都是大学校有一场 恳求韩婷帮他们挺过难关 其实在韩婷的心里 很清楚创业的艰难 她并不希望季星为此奔波劳累 还是直言不讳的拒绝 相反她更希望加入她的团队 在羽翼丰满的队伍下 发展他们的长处 这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呢 要说人在艰难的时候处处都难 就在这时季星的男友打来电话 因父亲被骗急需一大笔钱 想着季星帮帮她 殊不知季星人在医院昏迷不醒 这时母亲打来电话催促 询问季星肯不肯帮忙 可语气充满了责怪 恰巧一诚的难处被季星好闺蜜听到了 这剑缝插针完的针溜 关键时刻帮了一诚 在一诚的心里对秋子莫名多了一分感动 而在医院的季星可怜到让人心疼 即将面临情感破裂雪上加霜 女人惨遭男友提出分手 相爱四年的恋爱长跑 最终男友提前下车 面对男友的无情他十分沮丧 一个人来到酒吧买醉 收到消息的韩婷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你别担心 他肯定是遇上什么伤心事 在这喝门酒而已 韩婷甘愿坐背后的男人 默默地关注季星的一切 你看 还能跳舞呢都比我还还 你放心吧 不成想下一秒来个人养马翻 好在韩婷及时抱住了他 从酒吧一路抱到了车上 醉酒的季星浑身酸软 不自觉地趴在了韩婷的身上 恰巧被二十岁的表叔撞见 回到家中韩婷细心照料 不忍看到季星受到一点伤害 看着季星为爱伤心难过 韩婷十分心痛 醉酒的季星吐露心声 他甘愿放弃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 恳求自己的男友不要离开 此刻韩婷的心声是不好 二人情迷之中借着酒精缠绵了一夜 好在韩婷怕季星尴尬一早醒来就躲开了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韩婷的声音 季星瞬间慌了神尴尬的环顾四周 害羞地遮挡住双眼 准备趁韩婷不注意偷偷溜走 这完美的身材必须搭配黑衬衫硬控姐妹的心 季星找准机会嘴角一抹流 逃之夭夭 事后季星凭空消失一般 韩婷再无她的消息 一次酒会的谢后二人再次相遇 季星假装视而不见 酒会结束后 韩婷一直跟随季星回到家中 二人一路没有言语 韩婷上演大总追妻 询问那天以后为什么一直躲着她 男人前来找暗恋的女生表白 不成想撞见未来的丈母娘 开心地跟着进了屋 而此时的星星妈妈 误以为韩婷是公司的员工 一口一个小酥叫着 还让韩婷帮忙去洗水果 不成想下一秒交成落汤鸡 手忙脚乱的样子实在可爱 星星妈妈担心未来女婿感冒 给她找一件星星平时穿的粉红薯的小开衫 这一番来自母亲的安慰 试出满了韩婷的心 从小孤儿的她很久没有感受到母亲的关怀 妈 星星刚进家门就看见身穿小粉的韩婷 看见韩婷穿着她的衣服还蛮可爱的 韩婷见寄星眼神怪异 赶忙解释刚才水龙头坏了我给修好了 差点毁了自己的爸总人设 这时星星妈妈听见女儿叫韩总 感到很惊讶 星星就此正式介绍 是我的投资人韩婷 韩总 得知韩婷身份后 未来丈母娘有意留韩婷吃饭 在邀约下韩婷乐不得留下来 很快几人开饭 星星妈妈上来就给韩婷不停地夹菜 并夸在阿姨做饭太好吃了 跟五星大厨有的一比 可韩婷的眼神太诚实了 一直盯着星星没有离开分毫 星星妈妈作为过来人瞬间看出了门道 盘问起韩婷的家事 并称当老板的平时工作忙 很少有机会陪父母吃饭吧 面对这个问题韩婷迟顿了 我父母都已经过世了 星星妈妈能看得出韩婷是个好孩子 也看得出喜欢她家的星星 于是要了韩婷的联系方式 准备撮合和女儿的大事 对韩婷也是一番夸赞 并主动暴露自家女儿的缺点 适当促进二人的了解 并主动暴露出女儿小时的丑照 对于韩婷而言满眼的欢喜 没有一丝嫌弃 饭后二人探讨起工作的样子 深得未来丈母娘的欢心 事后韩婷主动送未来老丈母娘回家 为了给他俩创造机会 先行一步 星星怪不好意思这样麻烦韩婷 殊不知韩婷一点不觉得麻烦 反而非常乐意 主动把东西拿上 跟上未来丈母娘的脚步 很快到了家门口 韩婷并没有贸然进去 星星看着韩婷穿她的粉红小衫怪可爱 实在忍不住笑出声 对不起韩总 我主要是没有见你这么居家过 在她心里星星就是喜怒形于色 星星怎么听都不像是好话 听着不像是什么好话 玩笑不后二人暂时告别 好 走了 拜拜 隔天星星找韩婷探讨公司发展方向 韩婷早早在公司等候 韩总 一点点向星星靠近 她迫不及待的举动能有什么坏心思 只是为了拿掉星星衣领上的线头 就在之前女人为了拉拢客户 遭到男人的闲猪手 无法容忍是男人的报应案 只见电梯内出现的人 吓得她刚喝尽的水一口喷了出来 就像老鼠见到猫一般 你怎么来了 女人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是对她们一顿指责 扬言还要教训她们一顿 好在莉莉反应灵敏 回手就给男人一巴掌 看得男同事直呼霸气 打得男人也是目瞪口呆 对莉莉出现言语的侮辱 她岂会任人欺负霸气应对 随后转头劝告黑衣女子 找老公一定要擦亮眼睛 不然悔婚终生 说完莉莉潇洒地离开 男同事补刀 不诚想隔天遭到黑衣女人暴 把莉莉照片发到了网上 对她进行抹黑 怎么了 放出我一家照片 还污蔑她是小三儿 莉莉遭到污蔑网上一天恶品 池州担心这样的评论会伤到莉莉 行急之下打算发文帮忙澄清事实 可现在发文不合适 寄星准备先安抚莉莉问明情况 那个 网上的事你 有什么大不了的 莉莉深正不怕影子歪 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几句评论 还伤不到她 莉莉这种获达正能量思想的人知的称赞 好我先挂了啊伯伯 莉姐帅啊 昨天莉莉和男友吃饭无意中再次看透 对方再次发文抹黑她 眉头紧皱的荧幕刚好被男友捕捉到了 询问发生了什么不开心的事 立马帮女友解决 莉莉一脸笑意要是别人骂我 难道堂堂萧总也要骂回去吗 什么人打得这么大 还敢骂你 莉莉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称只是一些搬弄是非的人 不重要 这种小事不需要萧总出手 次日寄星带着莉莉约见合作商 带着百分百诚意买对方公司打印机 而对方老总可以最低价格卖给她 但前提是需要寄星帮忙牵线 对方老总想揭示寄星的投资人韩婷 殊不知韩婷就在隔壁 她误以为寄星在拿她当幌子招摇撞骗 对方公司还承诺绝不会走漏风声 而且是成之后会给寄星一笔好处 眼见寄星非常为难 莉莉赶忙打过圆场 作为职场老人的她 酒桌之事硬处的绰绰有余 并提示寄星别当真随便应对 在莉莉的帮助下寄星化想了一 顺利达到合作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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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霸气的一幕直接震慑到我们可爱的星星 年轻大老代商业小白第一次参加重要饭局 刚进包房门所有客人齐刷刷起身 对男人极为尊敬打着招呼 很明显男人的身份地位较高 随之韩婷出于礼貌向各位道歉 一旁的男士非常聪明事先向寄星示好 入座后所有宾客提议尽韩婷一杯 却被她礼貌性地拒绝 转头却第一时间给寄星倒了一杯 在场各位宾客瞬间意识到 一旁的女士才是今晚的焦点 瞬间拉高了寄星在他们眼中的段位 就在这时光顾着干饭的寄星 完全忽略形象 手上沾满油渍 韩婷见状立刻拿纸巾递了过去 这一举动彻底向在座各位释放信号 以此来帮助寄星达成 大家此刻非常清楚寄星才是今晚的主角 本快各位宾客大老 争先恐后要联系方式 以后多跟各位前辈学习学习 试诚之后韩婷主动端杯 交际细节满满 这么做事不想让在座各位心存不满 而在回去的路上 韩婷只在乎寄星有没有吃饱 看着他一副吃得蛮开心的样子 自己也乐在其中 而在韩婷眼里这一切都是铺垫 只为了在寄星最需要的时候给他帮助 而在商业场上认识只是开始 没有能力依然会被淘汰 而今天桌上的各位更没有人会真正在意 话语虽然伤人但让寄星感到安心 隔天一早韩婷带着助理 给寄星送去价值七位数的壁画 只为了点缀一下他公司内枯燥乏味的生活摆件 而不识惑的寄星却没当回事 很快迎来了新年 寄星却非常沮丧 他为了公司进度不打算回家过年 却不成想订不到年夜饭 好在萧总感到及时打点了一番 并交代必须免单 那就谢谢萧总了 也谢谢韩总 很快新年的烟花响起 而韩婷却一人拿着手机怀念着父母 就在他心情难过到极致时 一通电话让他燃起了希望 寄星妈妈打来电话说来陪寄星过年 却一直联系不到人 韩婷安抚二老别着急 挂断电话后第一时间寻到了寄星 他这才想起来电话关机没电了 手机没电了 你找我 随后韩婷把他送回家中 却不成想还没进家门就赶他走 韩总 给我吧 今天麻烦了 快回家吧 季父一听都看不下去了 这大过年哪有碾人的道理 父母二人盛情邀约韩婷一起吃年夜饭 刚进家门就看到一只可爱的大花猫 不由自主想起校园十七二人捡到的那只 想到这里韩婷开心地把玩着猫咪 嘴里却说着对某人无尽的想念 晚饭过后二人一起出来欣赏烟花 韩婷想趁此机会拉近二人的关系 我私下不用叫我韩总 叫我韩婷 星辰科技将迎来新年度第一次改革 邀约韩婷参加会议 很快大会开始年轻骨干军已到场 唯独不见韩婷的身影 季星略显失望 不料下一秒韩婷敲响房门 正当她准备介绍来人的身份时 被韩婷及时阻止 韩婷的到来绝对是锦上添花 随之季星将展开新年度发展方向 侃侃而谈的样子深深吸引着韩婷 眼神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过 随之所有年轻骨干 纷纷上台讲解自己最擅长的板块 为星辰开疆祸统 从始至终 韩婷眼神都没有离开过季星 首次创新板块蓝图非常顺利 季星鼓励大家再接再厉 在热烈的掌声下圆满结束 职场新人还是头次见到 投资人会亲临初创公司会议 从这里可以看出韩婷有多么在乎季星 会议后二人回到办公室 季星虚心请教对刚才的会议 有何指点 可季星更想听到的是赞美可韩婷偏偏不 你的自信啊 跟不要钱一样 很快公司对新科技产品进行实验 在没日没夜的赶工实验下 最终取得了短暂的胜利 这胜利的喜悦更加鼓舞人心 这也证明实验可以失败 但成功总会到来 随后季星打印出实验报告所有细节 这成功的喜悦就是付出回报最好的证明 随即季星来到东阳总部 把实验报告拿给韩婷看 可策划案上的字体令韩婷堪忧 季星见状上前为其做一番解释 这写的是什么 弹性 磨量 与皮质骨相近 韩婷听闻调侃道 季总写字喜欢加密 话里话外都在说他写得自豪难看 不成想看完报告后韩婷举手 季星以为是在鼓励他再接再厉 不成想是要新成功四百分之五的股份 季星一听还是放 这个盲代价太大 那样 那您忙 我去找原材料 却不成想遭到老东家算计 找到供货商老祖 故意拖延新成科技的原材料 本来到了供货期 季星却迟迟联系不到马股 韩婷说的果然没错 跟他们吃一万次饭也没有 作为职场老手的莉莉打探到马总爱喝酒 于是投其所好准备酒桌拿下合作 却不成想马总油盐不尽 白白浪费几瓶好酒事还没办成 气得莉莉也是生一肚子气 殊不知她的男友有超能力 听闻有人敢为难她的女人 务必摆平她 隔天马总主动给莉莉发来消息 不但答应了合作 而且还保证一个月内必须功夫 谢谢马总啊 改天请您吃饭 这时男友打了电话 你打来的正是时候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萧一萧在背后推波助澜 帮莉莉搞定了马总 知道消息后女人非常郁闷 约出韩婷的竞争对手 女人一旦极度心上头 做起事来就会疯狂 而男人为了拉拢她 也是下了血本 送她一块价值百万的明了 以此来取悦女人 无视献殷勤飞奸击荡 就在之前星辰科技遭遇原材料危机 原本定期一个礼拜交付原材料 硬生生拖到一个月 这让季星倍感头痛 因为原材料不到位 他们的样品就迟迟无法打印 期限一道会面临大恶违约金 而这一切在背后捣鬼的 正是自己的老东家 曾迪 而这一切动机怎能逃过 韩婷的眼睛 身为左膀右臂的萧总 看不明白她为何袖手旁观 只因两个字相信 虽然她不会在工作上示意援手 但她也不希望有人在背地里搞事情 直言不会警告曾迪不要再搞小动作 这样做大家都很不愉快 心知肚明的曾迪并没有反驳 因为她了解韩婷不打无把握的仗 这点教训给她 无伤大眼吧 很明显在针对人和市场 韩婷选择了对人 这番有意无意的偏袒 深深刺痛了曾迪的心 而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天季星请韩婷吃饭 再次收到不好的消息 因员工操作失误 导致公司打印机损坏 这一惊人的消息 无疑是雪上加霜 韩婷第一时间 把季星送回了公司 老板 季总看着很焦虑啊 而犯了错的小左由于自责非常难过 好在同事们都没有怪罪 还给予她安慰 回到公司的季星首先了解情况 得知事情前因后果并没有怪罪谁 而是第一时间让大家分头想办法 而她自己则默默承受这一切 一时间压力全向她靠路 而韩婷这边第一阶段改革非常顺利 自她接手公司后 整体业绩提升了8% 即使她做得很优秀 却依然遭到董事会的成员不满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我听说星辰科技因为管理不善 导致打印设备出现了重大故障 董事们抓住星辰科技 时时交不上样品这点 对韩婷进行施压 而且还夸大其词称子公司出现问题 总公司务必受到牵连 韩婷见董事们听到风声都有点坐不住 只要提及到立 一个个都露出丑陋的肥脸 韩婷表姐见缝插针提议安插一位职业经理人 来协助管理星辰科技 二人一唱一和韩婷岂会惯着 姐弟之间的交锋彻底打响 我说过 我负责就一定会做到 奈何韩婷的霸道 了解不想直接撕破脸皮 只好容忍 会后韩婷给季星打去电话 询问打印机修好了没有 好在季星聪明做了两手准备 他派公司人去京西一家公司打印 而他留在公司修理 你现在呢 就在季星一筹莫展时 一个好消息传来 小左关键时刻修好了打印机 档机的问题彻底解决 样品开始正常打印 这个 好消息真是G203 这是韩婷前来探望给大家买了晚餐 而暖心的韩婷特意给季星单独买了一份 韩婷表达爱的方式很测试 就是傻乎乎的季星看不穿 很快星辰科技教样品的期限已到 表姐迫不及待推荐自己的助理 去上任星辰科技职业管理人一直 韩婷岂会看不出表姐的真正目的 下午五点就是最后期限 大表姐真是一刻都等不及了 从始至终韩婷都相信季星会完成 看了一眼时间马上五点整 还没到五点呢 姐 是不是太着急了 下一秒反转来了 季星带着样品质检报告闯了进来 大表姐的一切算计功亏一篑 试问这样的爱情你们渴望吗 就在之前二人一起参加会展 男人是主办方的受邀嘉宾 在台上演讲时对女人多多照顾 季星为了感谢表示想请韩婷吃饭 地点是龙山路星星冰田品店 不成想可怜的季星这一等 足足等了两个小时还不见韩婷的身影 殊不知因为工作原因 助理网告诉了两个小时 韩婷得知快马加鞭赶了过去 心急如焚的他催促助理开快点 一刻都等不及要见他心爱的女人 好不容易赶到了店里 却不见季星的身影 准备询问对方在哪里 不巧二人都显示通话中 随即季星的手机没电关机了 难道二人注定要因此错过吗 随即韩婷询问有没有分店 不成想服务人员告诉他走错了 而季星也听隔壁桌的人说刚刚跑错了地方 二人同时跑了出去 向爱的一方奔走 在经过一个岔口时 二人不约而同地相见 韩婷叫住了他 季星 季星回头的那一刻 韩婷满眼都是爱人 这一路地奔跑季星气喘吁吁 虽然二人并没有表达爱 但是时刻都照顾着彼此的情绪 约好一起去吃晚餐 就连肢体的动作都那么同频 我愿称之为最美情侣 隔天季星带着产品和医院谈合作 意外的是和他对接的人 居然是他的前男友邵一辰 当晚季星邀请韩婷 参加明导九点临床观摩 不成想韩婷只回复了看情况 看情况 那是能来还是不能来啊 不成想次日早早韩婷就在等候 见邵一辰让座韩婷偏偏让坐在他身边 很快主任医师进行手术 在外等候的季星很紧张 他担心公司研发的追肩融合器 得不到和患者适当的匹配 导致手术失败 这时手术结束医生带来了好消息 手术很成功啊 这项技术也得到了主任医师的认可 让助理接下来全权对接 韩婷率先恭喜季星取得初步胜利 故意在前男友面前紧握季星的小手 事后达成合作 苏之州邀请大家一起庆祝 也邀请了邵一辰 可韩婷却不想让邵一辰参加 故意上话 患者术后需要观察 邵一辰看出韩婷的敌意 只好称医院太忙走不开如了韩婷的意 那我们下次等圆满成功了再庆祝 隔天韩婷去参加20岁表叔的酒吧开业典礼 由于他不喜欢酒吧的氛围打个招呼就要离开 前脚刚离开 听见季星一会要来捧场 转身掉头又回来 假一说喝一口给表叔面子再走 可他这点小心思怎能逃得过小表叔的法眼 小表叔也非常会来世 直接给安排到贵宾包间 韩总 二人担心太过无聊给自己找点乐子 自制一个无法下咽的冷饮 以上面的扑克牌为准 谁先吹完留下最后一张就是胜利者 失败者则要喝掉自制的饮品 很快季星看到了希望 在他稳稳一波小吹风下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韩婷叔的那叫不甘心 但没有耍赖一口气喝了下去 那痛苦的表情季星为他点赞 腹黑的女人满怼的阴阳怪气 明里暗里都在指责季星是靠关系上位 居然还提出当初他突然离职的事 话里话外都在指责季星背信弃 其实季星很清楚都是曾迪在背后给他穿小鞋 既然聊到此处也不介意撕破脸皮 季星直接挑明公司开除作风不当的主管 最后却把责任怪罪在自己头上 好的捞不着 背锅却十拿九稳 曾迪身为季星的前老板怎能不要面子 故意当着自己的面和寒婷套进 还称道二人的默契服堪称完美 不然就不会有广华的惊天 面对咄咄逼人的曾迪 季星选择容忍先走一步 不成想曾迪却要留他一起吃饭 两位骑男士韩婷为他解了威 工作要紧 去忙吧 季星走后韩婷警告曾迪 现在季星是星辰科技的老板 而不是当初广华的员工 曾迪文言假意说只是想叙叙旧而已 并没有其他恶意 他为什么这样 你心里没说 随后韩婷叫服务人员打包了一份意味 他则先行一步 留下腹黑的曾迪 而季星因心情不好一个人在海边闲逛 这时好姐妹打来电话 挂断电话后坐在海边吹着烦恼 这时韩婷带着一面找过来 在身后调侃到饿着肚子还能跑这么远 蛮有活力的 气饱了 浑身都是劲 季星转头看着韩婷给他带的一面 瞬间来了好心情 而突然的开心不是填饱肚子这么简单 而是他希望韩婷的出现 韩婷作为幕后投资人 需要一碗水端平 不希望看见他们二人争来争去 而且就算嘴上占了便宜又能如何 行业的圈子不大 不能轻易去得罪一个人 否则就会陷入被动的局面 而出入茅庐的季星根本不怕这些 韩婷只好耐心地讲解 季星听闻立马明白是增笛搞动 气得他再次没了吃面的心情 韩婷看着他的情绪太过波动 起伏就像过山车一般 还拿扑克牌做比较 输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情绪稳定 看着气嘟嘟的季星 韩婷明白自己白说了 很快季星回到了论坛会现场 再次看见了前老板 他笑脸相迎说明他听进去韩婷之前的告诫 放弃二人之间的隔阂 以免遭到日后的报复 很快论坛开始 作为行业的领军人物 韩婷第一个上台发言 韩婷而谈的样子非常吸引季星 在一番激情充满正能量的演讲下 台下的从业者纷纷鼓起热烈的掌声 而在此时韩婷给再做各位十分钟的问答机会 所有从业者听闻纷纷举手 季星也无例外 他看着韩婷的目光看向自己 以为会让他先咨询问题 不成想选择了他旁边蓝衣服的女士 接二连三地问答韩婷都没给他机会 眼看就剩最后一道题 季星自认为没有机会 就在他完全摆烂的时候 韩婷主动给叫 最后一排 短头发的女士 季星完全没想到最后一个问题给自己 你们猜到韩婷为何这么做了吗 面对男人的反问 搞得自己有些招架不住 暴露出自己羞涩的一面 这让男人更加大 吓得季星连连后退险性衰 好在韩婷一把抓住他 并给自己创造一次亲密接触的机会 二人四目相对 情愫渐渐上头 听说男女之间对视十秒以上 就会爱上对方 就在之前 韩婷得知季星去往海外考察学习 特意找理由和他买了同一班次的飞机 制造一场空中的浪漫偶遇 这傲娇的小窃喜的确让人上头 季星刚找到作为 韩婷迫不及待发来的消息 询问怎么一个人 别的学习者怎么没有前往 再得知他们是提前一天飞走的 韩婷表现的机会来了 很快二人到达 慕妮飞 这座城市科技非常发达 但由于长途跋涉季星睡着了 好在空姐叫醒了她 看着手里的警诊 第一时间想到是韩婷 面对这个外冷内热的老板 总是给自己带来莫名的感动 在询问中得知韩婷是来总部视察工作 套出季星住址后一个小眼神 小助理就明白 雷起了 去往酒店的路上 询问季星这次考察项目都有什么 可当看到目录上的公司名称后 询问报名花了多少 在得知是小五万的时候 韩婷没有说什么 就当这次是试错的成本 季星很惊讶 没想到这些公司这么查 殊不知在网上信息 能查到的都是表面 韩婷避免季星误入迷途 给她直接否掉了两家公司 很快二人到达了酒店 在入住登记时 季星发现韩婷的证件照 很好看非常帅气 季星初次来到这个城市 精致打败一番 准备出去转转 刚下楼就看见等候多时的韩婷 你怎么在这儿 韩婷谎称自己无聊 准备出去转转 得知季星也想出去看看 二人一拍集和结伴同行 随后二人来到 当地最有名的中心广场 可季星却不着白哥 带见刚一来都飞走了 他拿起手机 就要对国外老夫妇拍照 殊不知他这么做非常不礼貌 不成想这对老夫妇 向他们走来 请他们帮忙给拍个照 二人非常的一效劳 在季星一番非专业的拍照下 给这对老夫妇拍出精美大片 随后转身来到季星身边 一口流利的德语 夸赞他很美特别好看 季星一脸懵懂 挥手告别的样子太过可爱 韩婷上前询问季星听懂美 季星意会到前半句的意思 可后半句的意思他没有听懂 简单的赞美 从韩婷嘴里说出充满爱意 随后二人拍着属于自己的美景 当季星转头看见韩婷在给他拍照 二人相思一笑 在白哥的见证下 二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次日季星去考察学习当地有名的企业 不得否认他们做出的成绩的确优秀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假以时日我相信我们国内定会做出成绩 甚至超越 此次韩婷视察东阳总部成绩非常优秀 在回酒店途中季星约他建立 随后二人来到小酒馆 季星心情大好 点了一大杯扎皮 喝得内叫一个得尽 作为男子汉 韩婷必须拿白开水和他干一杯 不知是醉意上头还是情意迷离 二人互相一直对视着对方 看得韩婷害羞地扭过头 心中一阵小窃喜 封闭的空间里传出男人的事态 吓得女人赶忙按下自己的某层号 紧张的氛围感掺杂着些许的暧昧 这时电梯到达三楼门缓缓打开 却不见韩婷走出电梯 我从你 话音刚落电梯门恰巧关闭 此时季星内心急紧张又窃喜 很快二人到达了五楼 季星此刻内心非常不平静 他不知该对韩婷说些什么 主动挽留他却没有资格 二人之间都没有勇气先迈出那一步 也许正是这句晚安 让二人彻底正视了自己的内心 短暂的一瞬间季星流露出 三次带着爱意的笑容 此处看懂的人应该明白 二人只差捅破一层窗户纸 季星和闺蜜调侃之时 却意外撞见曾迪和韩婷在一起 一瞬间他的心情略显低落 曾迪故意当着他面和韩婷互卫食物 这一切都是他有意为之 二人的亲密举动实属气到他 就连吃饭的心情都没了 哎 季星 彻底就到门口了 咱们走吧 啊 来了 季星起身头也没回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聪慧的韩婷立刻意识到 曾迪并不是想吃培根 只是这一切做给季星看的 他告诫曾迪不希望再看到这种小孩子的把戏 刚起身就被曾迪叫住了 他不明白为何二人从小相识 也很清楚他的爱意 为何韩婷不选择他 我没有不选你 是你从来不在我选择范围内 这简单干脆的话语 却深深刺痛了曾迪的心 就此对季星的恨意更深 走之前季星发现韩婷已然离开 这是唐特助叫住了他 交代唐助理给他带的早餐 里面是他最爱吃的草莓和三明治 刚坐进车里就收到韩婷的消息 这首好解释恰到好处 跟女人不要讲道理直接道歉就好 回到国内季星第一时间组织团队会议 把他这次去往国外学习的心得 分享给大家 务必要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走出自己的特点 散会后莉莉组织姐妹团给季星接风洗尘 可看她样子并没有那么开心 大口大口地灌酒 直到男友的出现她的笑容才开始绽放 萧总 醉酒的女人一觉醒来 脑海里都是昨晚羞羞的画面 她侧头看向一旁发现男人已然离开 这让她躁动不安的心得以平静 可突然外面传来男人的声音 刚平静的心带起波澜 害羞地用手遮挡双眼 就在之前韩婷为季星的生日手零点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眼看时间来到零点整 咱说有不开眼的打来语音 不成想刚挂断语音再起谈起 接二连三韩婷忍无可忍 先别跟我打电话 挂断后刚好时间跳到零点整 韩婷把事先编辑好的祝福准时发了过去 事后开心地向到孩子 但她也为此事买了单 由于长时间的久坐 腿脚都不利索了 早上醒来的季星第一时间打开手机 收到许多的祝福 却唯独只有韩婷的祝福很特别 因为她特意守着零点送给自己祝福 韩婷的爱处处表现在行动上 而嘴上却说凑巧这么简单 办完好兄弟前来心事问罪 居然为了女友抛弃了兄弟情谊 而今晚韩婷有个非常重要的酒局 她打算对企业里持有股份的董事们下手 话音刚落几位有分量的董事 故意迟到半个小时前来 而季星这边生日过得不是很顺利 闺蜜在插生日蜡烛时 不小心摔在了地上 虽说是岁岁平安 但季星的心里突然一阵酸楚 看着闺蜜点燃蜡烛催促她许下愿望 她却迟迟没有开口 突然叫出好闺蜜的名字 秋子 我刚刚都看到了 就在之前季星看到前男友和秋子拥抱的一幕 她不能说内心有多么波澜 但也无法做到心如止水 试问前男友和好闺蜜在一起 换做谁一时也无法接受 可当蜡烛落地碎掉那一刻 二人的姐妹情也随之破碎 季星强忍泪水先行离开 然而韩婷这边得知季星生日会很不愉快 发生了小插曲 韩婷文讯放下手里决策未来公司命脉的机会 也要去寻季星的身影 二人只是简单的一会儿 季星就开心到起飞 随后因韩婷有大事要处理 带她来到了星月酒店 星月其实就是韩婷的 我只是个华名老板 你是真的老板 韩婷也是非常给力 很快就拿下了公司几位有分量的董事 事后韩婷拉着季星来到一处角落 用特殊的方式让季星许个愿望 这么特别的方式季星还是头一次 她开心到想要喝酒买醉 韩婷提议玩点小游戏 季星直接答应了 但是二人偏偏要加上点赌注 只要韩婷赢了都听她的 可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造化弄人 韩婷赢了 韩婷什么都没想 只想亲手给暗恋十年的女人 戴上她喜欢的项链 这举止间的动作太过细腻 季星彻底心动了 女人一夜的宿醉缠绵 居然忘了公司的大事 她赶忙起身逃离 因怕被男人发现 她选择用手拿着鞋子 像只袋鼠一样小心翼翼地移动 生怕惊扰到男人 趁她打电话不注意偷偷溜走 不成想刚打开门 就撞上韩婷的助理 尴尬到她想抠酒 此刻的季星尬到 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抓紧逃离的她鞋子都忘穿了 助理心中窃喜至夸好友去 隔天韩婷来公司找季星 却在同事口中得知季星请了年假 回了老家 韩婷清楚季星是在故意躲着她 转头去找情感专家的好兄弟咨询问题 情感导师立刻上线 指责韩婷像的呆瓜 称向季星那种单纯女孩 一旦有了进一步关系后 肯定会难为情 一与惊醒梦中人 韩婷立刻就给季星发去了消息 但依然没有收到肯定的回答 一直收不到回复的韩婷 一整晚都无心睡眠 一直在等待季星的回复 让一位处世极其冷静的韩总 变得不再冷静 而季星自内玩以后一直躲着韩婷 没成想在论坛上偶遇 感到非常至今 你怎么在这儿 而韩婷却把注意力放在季星配饰上 因为生日当天 韩婷送给她一条精美的项链 而且是她亲手帮季星戴上的 如今看到季星把项链换掉 她内心很波动 出于自身的涵养和胸怀 她并没有言语 反而邀请季星论坛结束后 一起去参加圈内大佬聚会 嗯 季星在论坛演讲上一番侃侃而谈 受到一众大佬的赏识 她也在这一刻证明了自己 在去酒局的路上 韩婷询问季星对自己的演讲满意吗 季星并没有好大喜功 觉得并没有太优秀 反问韩婷觉得怎么样 很有秀 季星万万没想到给她这么高的评论 心中一阵小窃喜 很快二人到达了酒店 不开心的事即将来临 韩婷的死对头常总时刻盯着她 上来就给一个下马威 先拿季星下手 直接换掉季星手里的红酒 韩婷健壮为其开脱 撑混着喝容易醉有些难为人 一旁的小人开始吹风 折了面子的常总 怎能轻易罢了 直接把酒中里的白酒倒进壶内 端起酒壶硬钢韩婷 见韩婷无动于衷 常总直接掀肝为静 一旁的小人见状 直接把酒壶 端到韩婷的面前 明知韩婷酒精过敏 这群人是一点不怕摊上责任 季星眼见韩婷进退两难 只好端起酒壶 韩婷一把抢过 直接到进嘴里一饮而尽 明知自己酒精严重过敏 也要护其周全 小人得治韩婷这次认在 出于礼貌打招呼先行离开 但是今天在座各位的刁难 务必他日为季星加倍讨回来 回到车上第一时间 把药扔进了嘴里 痛苦的神色很让人担心 女人为了拿到陷害公司的证据 只身一人前往险些遭遇不测 好在男友及时赶到 就在之前季星心生怜悯 挽救一个家庭 不成想手术后遭到对方反养一口 大闹医院还称季星视为奸商 在女人丈夫的唆使下闹得沸沸扬扬 一时传遍整个网络 到处都是谩骂声 从之前人人相传的行业黑马 转眼就变成人人唾弃的黑幕 而男人这么做的目的 只有一个讹人 拉着之鱼一把将季星推倒在地 韩婷就像一束光瞬间出现在季星的身旁 温柔地将季星扶起 男人触碰到韩婷的逆铃 眼神充满怒 但身为老总处事非常理智 他相信公司的产品 并没有采用言语的辩解 相反选择法律的保护 一时让男人拿不定主意 担心事情败露 拿强消费 唐宋 韩婷等的就是这句话 拿钱能解决的事就不叫事 可季星认为这么做 就是默认他们出了错 而他不知再这么闹下去 公司会动荡 股票也会随之大跌 却不成想达成协议的这一幕 被有心人拍到 刚平息的混乱在启波栏 四了的视频被人发到了网上 一瞬间网上各种指责谩骂 各路水军通通上文发帖 居然还诬陷行业巨头 东阳集团包庇 瞬间登顶热搜 而背后的怂恿者 就是韩怨和长河 很快东阳集团召开董事会 不少董事纷纷指责 韩婷年轻鲁莽 而作为东阳的掌舵人 韩老爷子 并没有偏向孙子分毫 而是让他拿出解决方案 给我三天时间 我会尽快平息负面营效 而季星一直觉得 这里有蹊跷 再次来到美凤的家里 刚好拍到了有效的证据 原来不是星辰科技产品的问题 而是术后被狠心的男人打坏 季星不忍美凤受到伤害 准备报警让男人绳之以法 许壮件事情带路上前抢夺手机 吓得季星撒腿就跑 关键时刻韩婷及时赶到 就下受到惊吓的季星 也将许壮绳绳之以法 我拿到证据了 随之星辰科技解除了危机 不仅转危为安 还让公司受到很大的关注 而星辰录下的证据 韩婷发给了各位董事 并保证跌落的骨架 会在近期拉升上去 一时有外星的董事 也纷纷避怼 风波过后 韩婷给季星做了拿手好菜 并向季星表白 随之二人浪漫的同居生活开始了 每天过着没修没躁的小日子